請收看尾心世界 尾心論壇 再花三年 三三天 天吻永醒 日再見 祈求彼岸 永濟下 我們維新聖教是安心的法門 教導我們要如佛安心 安心以後才能心安 所以心安是人生最富有的 所以我跟師父還有老祖師貞 我現在是一個最富有的人生 我心無過愛又恨心安 努力跟師父學習師父來弘法立生 所以這個大家都要有目標 大家一定做得到 輔助也是人修行的 大家一定要努力修行 還有我們遠行法師也開示 六親的含義 談到六親的含義剛好 我兄弟太旺了 裡面外面都很旺 我水晶也兄弟 阿琳也兄弟 但是我們軍水師父 學習以後 你就要如何來貪生萬苦 我就是用我手 把我手賺的錢 我現在不要老現金了 反正我賺的都把他抬下去就對了 抬下去這是最好的 我們是實務開示 主身就是福神 所以你若報師 學現金 這個就是貪生萬苦 你報師出 你有手就有抬 有抬以後 但是還要 細水長流要布施 所以師父 如果叫我做什麼 我也說好 因為這是我的人生觀 到現在 孩子就有房子住就好了 不用留太多現金 留太多現金 給孩子多煩惱 等那些錢不知道要做什麼 所以我就現在就是 我就是給老祖發言 說我做到九十歲 事業也是照常做到九十歲 不可以放棄 因為師傅常在上課開始說 總法師的辦公室就是大個大 所以我感恩師傅 時常在上課中再給我加持 我真感恩 所以我們最後還有我們 恩甘法師一拜二上課 一定可能有很多他的一個修行的法門 要來給大家分享 好 我們就請恩甘法師來跟大家分享 敬愛的師父阿彌陀佛 即於我們今天的主持 主持人是元聰法師 即於在座的各位法師講師 即於我們修道同修善信大的阿彌陀佛 因為元聰法師太客氣了 他說我最後的壓軸可能比較好 也許是吧 因為我們是維新地址 今天我們的維新世界五官清淨官 我們是正道的發表 所以首先我先自我介紹 我法名元甘 感恩老祖師尊跟師父所受 所賜給我這個元甘甘度 那今天所要發表的論文 就是維新世界之五官正道 清淨官一經風水 我這篇論文分了四章三小節 有七個段的張落 因為是正道 那我就以一斤風水 居家風水的屋脊煞 居足的流氓篇 廚房的灶台 造成我們人身健康 疾胸禍福息息相關 來加以論述的主著 我們維新世界 我們五官之清淨官的一斤風水 五官清淨官的修持 大多數的人都在說 我們的心要如何的清淨 到底應該如何才能找到清淨官 真正的標準又在哪裡呢 所以以清淨官一經風水 來脈肉尋求 若家庭社會 國家要達到富兒好禮 幸福又能快樂 其一切的基礎建設在 風條與順 國泰民安天溫永息 及五谷風登之上 是以要大家學一經善用妙法 一經風水真理 取得人以人 人以社會 人以國家 人以大自然之和諧 共存跟共榮 如此 可達到真正的清淨人間佛淨土 我們唯心宗主 混言禪師師父開示 佛法的八正道 正見正念正師正業正語跟正命 正精進道正定 那正見呢 我們師父開示 對世間萬事要有正確的見解 正念就是凡事專心致力於正確的方向 正師我們對世均要以正確的思維正業 我們要有正確而有益於他人的事業正語 我們要說出有益於他人的語言 正命要以合理的經濟來生活 正精進要努力精勤的修行佛法 那要正定呢 當然就是要有正確的智慧 錄於我們周遭清淨的禪定 王常老祖玄妙真君云 精丹之道用以虛心實性求 虛心者和清淨也 實性者和原民也 人能常清淨天地息皆歸 精甘精雲 世大的宏願眾生無邊試驗度 我們師父跟唯心弟子來開示 這就是我們要做到無眾生的分別心 煩惱無邊試驗段 師父又分享了 開示了 我們要悔恨貪欲要離開 法門無量試驗學 這就是一切的佛法 佛道無上試驗成 修成正絕 所以我們謙言師父以三十年正道的經驗 傳述弟子並其免諸眾弟子 學習一經風水 能夠保護自己 不傷害別人 進而幫助別人 使人人離開煩惱 大地成為一片淨土 即是當下的極樂世界 而諸眾弟子也秉持著此一信念 將一經新法 風水 妙法 廣義 弘法 立身周邊的有言人 今天我就以一經風水法則的實證的案例來分享 有一天我們維新聖教基金總會 大安市的助詞法師 元德法師 打電話給我 他說 元甘法師啊 有一個案例 就在你們家的附近 需要你去幫他們來服務 堪議 我感恩法師給我這個機會 所以我就找了時間 預約了 約了我們元英法師 畢竟我是擬眾嘛 因為去一個不知名的地方 不知道的環境 總是有一個前輩來指導 會比較好 所以我們依照時間前往 才得知 因為元德法師說 我為這個善信大德他姓黃 黃大德沾了一掛 他們家外籍有問題 內籍也有問題 但是他說元甘啊 你要特別留意喔 他的祖先有問題 哇我嚇了一跳 祖先有問題 這個單子那麼大 如何的去找啊 好 所以慈悲的元英法師說 好沒關係 我們一夜前往 就到達了他們家 黃大德他們全家 非常的慈悲 也很虔誠 他跟我們敘述 我就是有這個段音言 看了維新世界 你們維新中的電視台 剛好混言禪師師父傳述了 一經風水地理啊 跟我們人的健康是息息相關的 會造成我們的子女的健康 包括我們本人 還有子女的事業等等 所以他馬上就到大安寺來請法 才能夠結下了這下法 這段法院 所以我們很用心的 依照師父指導的五方論集宣 青龍朱竊白斧 勾成藤舌賢武 顏德法師跟我說 外籍要注意喔 所以我都到外籍去看 法師說欸 這就叫獸頭喔 所以他的虎邊 這邊是人的烏吉薩錦黏 我們相片有可以看到 因為我們這邊沒有秀出來 是烏吉薩錦黏的那個房子 尖尖的 然後是三個斷層 一個獸頭衝過來 第二個衝著主臥寺 第三個衝到玄武的後段 從上中下衝 還有最大的問題 他的我們九宮的 中宮的部位 玄武的中宮 放了一台冰箱 他說放了將近十年多了 哇 中間玄武 師父開示 那不就是我們的頭腦 傷到了嗎 好 那再找第二個問題 法師又說 那一集啊 有問題喔 你要找 所以我一看 法師說 嚴格你看 師父講的喔 照台對著扁獸 他是 搔柴的 還有一個是照 瓦斯的 兩個照 後面就是正衝著 措手的門對著 第三個問題點 第四個問題點 最重要的 在他的佛廳 所以黃大德就跟我跟法師 傳述了這段 辛酸的過程 他說 老師啊你知道嗎 我頭長瘤啊 手速了三次 然後大兒子出車二 往生 現在小兒子又肝病 然後要找工作非常的不容易 指你工作不順 我們家吃藥吃得 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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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感恩王蠶老祖 感恩你們師父喔 講的那段 風水會影響健康給我們聽 所以他後來又講到重點 他說 我的兒子往生 我寫到公媽牌裡 但是 父母上在導房工寫到裡面 師父開示 這是比較不如法的 但是又有一個重點 阿嬤還在 所以阿嬤每天有在 拜公媽阿嬤還在 所以變成孫子輩的入境器了 後來我們又再勘察到後段 奇怪怎麼家裡 供奉了兩個公媽 他才說 我們祖先有開示喔 不能廢掉 因為這個公媽是跟我們家的祖先有恩 所以她是我們皇家的恩公 所以裡面什麼我們都不知道啦 所以剛好安在 玄武的中宮的冰箱的旁邊 就是牆壁的前段是恩公的公媽坎 中間是冰箱 那公媽坎的後面就是 剛才敘述的是灶位 就是灶台緊鄰著冰箱公媽這一區 所以他們家發生了那麼多的問題點 還有真正的佛堂後面 緊鄰著兒子的電腦 兒子的輸出的壁刀 還有電視 所以在這處看查以後 才發現幾乎都玄武在動 所以他們家的問題那麼多 元德法師就說外籍內籍跟主位 哇 我好感恩老祖師尊讓我入這個法門 你看沒有易經的占卜 沒有風水的地理 我們如何能夠弘法立身 我們如何用妙法去救度眾生 這是我們此生最幸福也最快樂的 好 那在拙日我回報了元德法師 元德法師說要拙日跟他開牌 所以由元德元英法師來慈悲地 輔佐防大的開了主位牌 一打開來琳琅滿目 包括前面的導房宮也順位寫錯了 也有祖先沒有寫進去的 然後確確實實他的兒子寫到裡面 所以在此之下你看就可以看出 我們已經風水居家風水 跟我們人體真的是息息相關 然後我們的主德流方篇 如果沒有老祖師尊所傳師父所受 這個主德流方篇 我們今天去勘察也不知道主位的問題點 還有灶台 師父曾經我有一個案子請示的師父 我有一個出家師的師父啟蒙師 飯杯的啟蒙師 他在下面就是灶台 我常常看他教我飯杯的時候 就一直抓 一直抓 一直抓 所以師父說睡到灶台上皮膚不好 但是如果佛菩薩在灶位的 緊鄰的前面可能會傷到神經 傷到頭部也許就會神經病 所以就可以印證他們家 你看這個黃大的 長了三四的瘤 瘤刮掉又再長 刮掉再長 結果我看他頭部幾乎都歪了 一邊了好像剃掉 還有他的脊椎也站不穩 還穿著鐵衣 穿著鐵衣在纏術 所以現在已經主位的排位 因為他居家風水不如法造成的家境 非常的不好 所以他只有跟我們講說 我捨不得這個狂馬甘 還很好啦 那後面還有房子 所以我們就擇日 現在重新在改善中 仰仗慈悲的佛菩薩 來度一切苦惡 那居家的地理風水 他也陸續的在改善中 那講到主德流方篇 另外還有一個案例 就近來才發生的 也是法師的學生 他是一位校長 他修為特別好 也吃在拜佛 佛道的經典非常好 他在教育界 教育的很多名人 成為校長主任老師 但是主德流方篇這一區塊不如法 造成了他多年來的困苦 所以一個留學回來的兒子 就是突然間關到房間 逐步不出門 所以有這個緣分去分享的時候 我看到他兒子眼睛兩個是掉掉的 皮膚是蒼白的 也一發不語 後來法師跟他沾掛 祖先有問題 那我們就去他家來服務分享 因為一看到法師才問 你的姓怎麼跟老公的姓不一樣 祖先 因為我們客家人的習俗是 主位都是在總池塘 所以他是嫁人為人妻 但是因為大陸來台 他跟著父母親 不捨父母親 往生了沒人拜 所以他是女兒 就由外面的立理老師指導 暫時安那沒關係 安到你家 哇 結果他做人習來拜 對不對 然後兒子也來拜 自己的祖先並沒拜 因為客家族的文化 祖先是另外安在別的祠堂 所以造成了很多的困惡 後來慈悲的法師指導 今年剛好大安寺 有觀世音菩薩聖誕法會 我們就前往跟嚴德法師 闡述了這一段 祖德流芳不如法的安坐法 那法師很慈悲的說 那沒關係 設政婦牌以後 我們在大安寺 給他重新用一個 狂馬甲 然後家裡的請出來 一一的來在佛前請示老主 這樣做可以嗎 這樣做可以嗎 一一的樹杯都是三個杯 三個杯 三個杯 那他做好以後 在那邊暫時的六七天 折好日子 他請回大陸了 所以依照師父所穿的妙法 他把主位請回大陸 所以這幾天他也安坐好 在大陸安坐完的時候 也哭哭哭三個心杯 所以他聊了 進了大笑法 這就是我們中文 是一個大笑法 一個利他法 一個泯陽兩立法 所以我們通通在這位學員身上 找到了我們像甘露般的 清淨觀的一盞明燈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的論文我就以簡單的結論 我們引用的 我是引用經典 跟我們總導師混言禪師師父所開示的 我們引註到這片結論裡 風水增金雲 王侯將相凡夫走足 達官顯貴 凡夫百姓皆是人 若無法 沒有辦法如法 居家好風水 並難保安康以幸福 世人若不信 可稱歷代發達 為民服務大善人好風水 那今又雲 風水感應人與萬物利害點 普厭世人正信宇宙風水大妙法 必可建立人間佛淨土 總之無論你是什麼樣的階級的人 都離不開居住的吉凶或福的風水問題 無論你是高深大德開悟者 也離不開風水基柱的現實問題 風水惡者本是大宇宙萬法之根源 風是空氣西空中無空氣 我們人與萬物便不能生存 水者是維持萬生萬物的泉源 更何況大宇宙是四大甲河 地水火風 均是少不了風水惡者的合一 才能延伸無量無邊的萬生萬物 風是一種思想 水是一種行為 風水你不可不相信 但你又不能否定它的存在 而且你們我們大家都生長在這風水中 所以很多人被不如法的宗教信仰 束縛了心 而不知宇宙萬法之妙用 其於一心真是令人感嘆萬千 所以我們混言禪師師父又開示 我以他的法語 妙法初世間有福者信受而圓滿 陰陽風水在調和調和知覺在心安 若是心中有寡愛 妙法難安心不開 我們共同藉著風水妙法 我們來序言席言再細言 知恩感恩以報恩而達到社會之祥和 皆是諸天聖神天人眾心宴 共同心安參佛道南河建設 祥和社會佛淨土 往常老主度是原則 以一理綜合的各教的教義相輔應用 強調個人平時多修慈悲心 修盡口業修善養生靈 由其主張在家修身齊家寶業 盡其農各施其責而厚於整個國家 則天下太平即是維新清淨觀 祈願隆天復法寶長生 化解干戈習戰爭 以恩人心相同愛 統齊世界永和平 感謝諸位今天到場的聆聽 這是我清淨觀正道的發表 祝福各位平安吉祥阿彌陀佛 勞貝河民旅 不要緊… 人心相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